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照顾到他 亚戏这个帽子还挺严重的 但其实拍戏的时候有很多演员也不一定全部都在现场 就算是男女主角 有的时候也在跟空气或者是工作人员对戏 这事情肯定是不止发生在谭松韵一个人的身上 虽然我们经常所说不应该 但在娱乐圈中可能是尝试 既然人家们相互理解 作为观众何必愤愤不平 谭松韵新剧归录正在热播当中 这部电视剧已经慢慢地接近了尾声 追了一半 真的不想再追了 感觉太没意思 谭松韵的大部分电视剧都看过 觉得是一个特别有灵气的女孩 虽然长得小小一只 但是很有个人的主见 演技方面也还行吧 至少不会让人失望 不会让人出戏 哭的时候很令人心疼 这一次合作的男主角是29岁的徐凯 比谭松韵小了5岁 但两个人站在一起还是没有什么违和感 谭松韵小小的一直让人有想要保护的欲望 路透不错 网友都说 两人非常有CP感 徐凯真是西装笔挺 粉丝修的图片很精致 很帅气 其实他的身高和长相都是无可挑剔的 但网友担心的就是他驾驭不了这个角色 因为徐凯本人还是有几分少年气 但这个角色心理方面特别成熟 并且具有无限魅力 而且剧中的年龄是31岁 就怕他演不出那种味道 你比星光美丽讲的是北漂女孩毕业之后一直重复压抑的职场生活 创业之初理想和现实巨大落差让他非常沉闷 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 最终凭借自己的能力拉到了投资人入伙 紧接住就开启了跟男主角的一系列事情 这个所谓的投资人就是徐凯扮演的男主角 创业加AI医疗的故事 加上人物性格特征鲜明的角色 谁不喜欢呢 不过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作者文笔不错 小说当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呈现得有血有肉 浓墨重彩 但如果真的按照原著小说拍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都很渣 那肯定完蛋 到时候审核肯定也是一个问题了 而且人设不完美 也会遭到网友的很多吐槽 整体来说 演员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而且身高差有一种萌萌大的感觉 但是原著还是令人担心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生活当中并没有十分完美的人 但还是期待能够让电视剧给我们心理安慰 有时候人设太真实了 也会让人难以接受 作为观众 还是有很多人都是有生母心的 这部剧中的男女主角包括男二女二 感情问题都是让人很难以接受的 女主角跟上一个男朋友分手 转眼就跟男一号一夜情 Want 虽然已经分手了 但他对那段感情还是念念不忘 这么做真的好吗 感觉会很随便 男主就更加厉害了 没有真情 但是批有不少 不过他真的挺牛的 虽然很冷 但有很多方面都吸引人 女二就是其中的一个 女二也是对感情非常随便的一个人 为了利益可以不惜一切 这还不止 就连女主身边这几个闺蜜 也是对感情非常随便 要不然就是当小三 要不然就是约榜首大哥 厉害了我的歌 这样的人设不会被观众骂惨才怪 人设不好不代表小说不好看 但这种人设很难搬到台面 看完原著后 还是希望这部剧能改编吧 不过如果改编了的话 肯定没有原著那种精髓了 万事不能两全 大家最期待哪一种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